主打扮已经吹响了两支球队上半时比赛开始的哨音 这场比赛也是中国国家队的首战 中国在准备接一个短的 但是被对手发现了 郝俊敏 抬进来之后 完了 无锁有没有手 本来开场六分半钟 我们就有机会攻破对手的球门 张林鹏的补射被防守挡出了底线 直接投转 打身后 X3 球停的不错 想把这个球勾回来扣回来 先来看一看这个角球中队的得分机会 投球 这应该是我们打中门套外面中队的第一个射门了 咱们争取大胜 看看这一角球 甩头的攻板 打中了横梁 打中了横梁 杨续 必须有自己的短板 来了 好球 看看后点能不能包到位 吴磊选择了回挑一下李磊的传众质量 要到二点的机会 X3缓过一个继续往里走 好球 漂亮 终于进球了 又是吴磊 关键的时刻 你看所有的进攻点 大家都用完了之后 需要有第五点 第六点冲出来的身后 基本都是吴磊 对 为了告诉队员你们接下来打的 就是这个队员 来了 又是吴磊 哎呦 你看有几个大家特关注的这个进攻点没打开 反倒是吴磊这一点 帅先打开 身后的第二落点 看看李磊发的 可以 这一下 29打球 直接砸折了兄们的帮助 这马尔代夫再没有个好守门员 就真别踢了 哪到一色 能不能摆回来 摆回来 打门前 这球是不是越位了 现在主在班的手势进球有效 2比0 压着45分钟这道线 打进了又一个进球 当然把尔代夫的这个队员呢 再向主在班进行抗议和投诉 同时呢 有一个信息里要提示给大家 就是在失于赛这个期间啊 是没有VAR的 王刚 能不能冲起来 对 这个位置不要重连啊 王刚 走了 千里走单级 传重智力 来啊 打门前 可惜呀 杨旭也一直守在给脚下 说你船 直接大力鸿门 直接打门 挂中了十分角啊 这个质量 可比刚才爱上 真的要超过 差一点点的补射 你看我们防守 又是犯了同样的问题 打出来之后 大部分的人都定在原地 对 没有动起来 站在原地看 这就是攻守转换之间 他可能会愣一下 区域家丁人 甩到了后点 明显有设计 哎呦 人打成了呀 对 还是打前点 哎呀 哦 采判给了点球 马尔代夫的队员 有点蒙圈 杨旭啊 在这天 错失了一个空门的机会 看看这一次的点球赌法 成功的骗过了门架 三比零 哎 这才是一个起步架吧 我觉得 杨旭自己创造的 点球的机会 自己赌发命中 打长船的时候 他动作都已经开始变形了 这是在无对抗的情况下 好球 又来了 这球啊 还是有点碾脚 针前压迫的时候 选择横向传球 这就已经很危险 而且传的 先看看啊 这一次 尾士豪 二命的拼 尾士豪 点球 漂亮 要一个点球 这球是不是拼出来的 对 这球让我想起了谁 苏阿雷斯 苏阿雷斯永远是你球传大了 我不会放弃追 我会一直追 艾克森的点球命中率是很高的 看着手边缘在发 哎 轻球松松 恭喜艾克森 比分呢 也变成了4比0 比赛82分半中 点球再度命中 每一个人的要求和标准都不一样 但是说打一个4比0 我觉得是完全合格的 实际上今天如果说 咱们把握机会的能力强的话 现在可能七八个球 挑过来了啊 尾士豪 传打了 你看正说着 艾克森独中两圆 比分变成了5比0 一路突袭 韦诗豪也露出了笑脸 我们需要的就是 在赛场上 你看韦诗豪这种 他需要有一种啊 能够在这个位置上 赶大球赶出货 不过 不过 普特曼已经吹响了 全场比赛 丢的笑音 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啊 在这个凌晨的时分 陪伴着目睹的中国国家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第一场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个5比0的胜利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儿子 比赛的那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